好 当然一般人来讲呢 我们不可能这么麻烦买回家呢 把它煮熟之后再切开来看 那么当然这里就不能退货了 那么有些专家告诉你很简单 从外观就来分辨蛋新不新鲜 还可以看看哪颗蛋是老母鸡生的蛋 比方说呢新鲜的鸡蛋 它的蛋汁比较浓稠 所以不妨摇一摇 如果感觉到这颗蛋呢 里面是明显晃动的话 表示放很久了 而老母鸡生的蛋呢 蛋壳比较薄 它会有水波纹 另外鸡蛋买回家之后呢 收到冰箱里特别是洗血蛋 它经过清洗跟消毒就没有保护膜 如果酒放在室外的话 蛋壳有毛细孔 很容易就沾附洗去 想挑好鸡蛋得先认识蛋的外观 一颗鸡蛋比较尖的地方是蛋的底部 比较平有气势的地方则是顶部 新鲜的鸡蛋顶部气势比较小 放在手中摇晃 蛋汁也不会明显晃动 如果像这样有摇晃感的鸡蛋 可能就是放比较久不新鲜了 这个摇出来的时候都会动 这个就比较久 假设摇出来的时候都不会动 就是新鲜的 养鸡挑蛋已经有50年资历的 屠大哥目前是全台最大的鸡蛋供应厂商 平均一天出货至少80万颗鸡蛋 除了供应市场超市还外销香港 仓库上千颗鸡蛋中 达人还能一眼挑出 哪颗是老母鸡生的鸡蛋 生了差不多三个月 那这个蛋口就比较厚 所以这个鸡蛋只会放久一点 差不多比这个叉起来就叉了 看到15天没问题 从蛋壳就能挑出来 老母鸡生的鸡蛋 蛋壳通常会有一条一条的水波纹 放在光线下一照就发现 蛋壳比较薄甚至还微微透光 年轻母鸡的鸡蛋 蛋壳比较光滑也比较厚 放在光线下照射无法透光 达人说辨别鸡蛋新不新鲜 打出来看更清楚 看出来了吗 酒放的鸡蛋蛋白吸到几乎跟水一样 新鲜的鸡蛋浓稠蛋白还明显有厚度 比较两颗蛋黄更清楚 新鲜蛋黄比较厚比较扎实 酒放的蛋黄比较软塌松散 专家建议鸡蛋买回家后 最好收进冰箱保鲜 尤其是洗血蛋 因为鸡蛋都有细小的毛细孔 经过清洗消毒后 鸡蛋的保护膜会被洗掉 放在室温更容易沾附细菌 洗血蛋它等会保护膜已经洗掉了 所以一定要放到冷藏室 那可以放到差不多一个月 二十多天都没问题 达人说冰存的鸡蛋大多可以放一个月 若是放在室温顶多七到十天 如果打出来的鸡蛋蛋黄已经散了 也最好不要使用 这一期节目的王佩如 评论报道